来被采访不到 第二年的时候 赢了有8% 总之都还是林洪池赢 不过林洪池后来 被列为戈然伟的对象 那到底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有机会 民进党可以突破的呢 您可以看到 民进党目前为止参选爆炸 包括这位名嘴余美美 还有是议员张鸿路 也是月月遇事 还有前立委庄硕汉 另外就是游席坤的儿子 游炳桃也在这边 这下子 光是民进党内参选爆炸 如何来协调或者要进行 什么样的初选吗 一起来看 民进党立委初选民调 倒数即时 资深媒体人余美美转站政坛 想代表民进党选2016 板桥西区立委 把握时间催票 站在街头人来人往 用最素服的方式 站在肥皂箱上头 向我们的选民 板桥西区的朋友 诉说我的参选理念 今天我跳下来参选 就是因为希望 要找回国家的公平正义 要在初选过关斩将 余美美站在路口 向来往选民自我推荐 和竞争对手互不相让 就算有个绿营天王霸 游炳桃还是在市场扫街 跑不停 不想被贴账 靠霸足标签 拉票自己来 因为立法院 它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行行出状元 代表行行也有基层 我这边也是从产业界的基层做起 所以我相信以我的学经历 我相信会让未来的国会更好 绿营板桥西区出选超激烈 就像2016立委选战已经开打 除了余美美和游炳桃 前立委庄寿汉 新北市议员张鸿路也来势汹汹 形成四抢一局面 要替绿营多批一席 落降新手的实力都不简单 三立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三立新闻